大家好,我是盛柯宜 现在疫情正在威胁全世界所有的人 形势非常严峻 我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我还宣布封城起 我有一个月的时间什么都没干 而且我也一直提醒吊胆 一月中旬,专家媒体在说人不穿人的时候呢 我在深圳北大医院做一个颈椎的检查 我跟一个咳嗽的女人 在指定的两三平米的一个杂务间 刚换病号服拍片 我们还聊了几句 她跟我抱怨说 她咳嗽,查不出原因,折腾坏了 现在又让她拍肺部的片子 一月十三号,我坐火车 从深圳回到长沙,回到我的乡村 车上没有任何人戴口罩 几天后呢,专家宣布肺炎,忍穿忍 我在乡村也开始了我提心吊胆的日子 好不容易挨了半个月 专家又说潜伏期可能长达三十天 真正过了三十天,我的心才落下地了 在此期间呢,我看了很多分析病毒的科学文章 也对这个病毒的起源的争论 有所关注 越是了解这个病毒的毒性和它的传染性 心里也就越恐惧 不过呢,总算回到写作上来 继续手上的长篇写作 其间也写了一个短片 大概一个星期写六千字 交给了朋友 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正在承受苦难 很多次为陌生人的悲剧落泪 疫情改写了我这个长篇小说的构思 布局结构 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 闪光的人性或卑务者的面目 都是十分清晰的 总之呢 在有生之年 经历大瘟疫并且活下来 是值得庆幸的 我希望一切很快会过去 朋友们能够相聚在一起 庆祝自由和美好的生活